《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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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19年的時候 其實都在想 就是量了個故事 我們做了一些歌 那之後怎樣去宣傳 怎樣去跟不同的朋友交流 或者用什麼渠道 可以令到歌更加多人聽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 突然間就 零幾一足就見到 《搶耳》這個項目了 首先要很感謝《搶耳》音樂 因為其實我們也是 一對很新的組合 只是出了我們自己四首的歌 那要很感謝《搶耳》這個平台 令到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歌 送到給不同的觀眾 也都教會了我們 怎樣去把我們的音樂 去變成一個 真的 廠牌去營運 令到更多的人 可以接觸到我們的音樂 透過《搶耳》這個平台 去了不同的場地表演 所以其實在19年 《搶耳》真的跟我們 其實是聯繫了很多 也都很感謝他們 還有這次 第一次來到麥花神這裡演出 沒錯 還有一個很深刻的時刻 就是因為唱片這個program 在整個Fringe Club 爆了 然後整個Fringe Club 我只是聞到汗味 對 而且是很高溫的 但是那場的反應 和所有的朋友 就是唱耳計畫面的 不同的音樂人的朋友都在 所以 所以 那個是我們其中一個很 很記憶的表演 對 所以你看到Sense of Vice 過去一年這麼精彩 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上網就可以報名了 因為這麼容易的事 你沒理由不做 你每天都上網 所以就快點去報名了 不用想了 然後再加上網 再加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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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網